会见完毕 请问你的那个世界还好吗 还成 听他说你离开我们很久 也没有 就是离一线城市可能会很远 到底哪的沙漠啊 库普齐沙漠 库普齐沙漠 对 你怎么会在沙漠工作啊 就是因为当时做西部计划 然后就是遇到了这个项目 你这学装饰雕塑的 对对对 那你在沙漠干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的前期规划 要做这个项目种树时候的 带领工人种树 植树 对植树 还有呢 还有跟我最有关的专业的 就是做纪念碑 做纪念碑 对 我大概做了十几个纪念碑了 你一个人完成 对 我设计在制作 在领着工人在干活 什么纪念碑 就是我在这种树 然后呢 纪念一下我在这种树了 你专门立碑的是吧 对 这投资大嘛 小的可能几百万 小的几百万 或者一百万也有 一百万也有 人民币 然后多的可能要到千万 就最少的都要一百万 对对对 如果各位老板去那种树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们设计纪念碑 做纪念碑 一人立个碑 一人立个碑 当然得投钱 你起码得把树种了 我才能给你 你记住啊 带好照片 带好照片 当初 为什么会选择直接去做志愿者 而不找工作 为什么八年之后 你选择回归 我简单点说 第一件事我为什么去那 是因为我单纯觉得好玩 我没有见过沙漠 在之前我的旅游过程中 从来没见过沙漠 有这么一个契机 能让我去做志愿者 还能在沙漠里玩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可以玩一段时间 就可以不玩了 但为什么你一直玩 又玩玩了八年 为什么 它真的很好玩啊 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你告诉我们说 怎么好玩吧 春雨 怎么好玩的 哪好玩了 满嘴杀 满鼻子杀 我做的这件事情 可能很多人 在一生中都做不了 我做的这件事情 在我的心里边认为 是很自豪的 我种了很多树 我曾经也有过一次采访 跟人说过这个事情 说人家问我 说你为什么觉得 这个事情有意义 我说等我老了的时候 等我的孙子 已经这么大的时候 我带着他来 我告诉他说 看见没有 这是你爷爷当年种的树 这是我心里 最简单的一个想法 问条妹说完 八年之后 为什么又选择回归 这个项目 现在已经基本 出于结束的状态了 我想要 同时我想要换一个环境 我已经做了这么久 好玩的事情了 我已经结婚了 我需要对我的家人 有一个交代 那我们这儿可不太好玩 现在已经不用考虑好玩了 好吧 除了在沙漠这段工作之外 你还有没有干过别的工作 干过 什么 在香格里拉开过客栈 客栈开的怎么样 赔了 怎么赔了呢 我自己总结了几点 第一就是我们选的时间不太好 那年是上海社博会刚开 所以很多客流都去了那 第二就是 同类型的客栈太多了 竞争太激烈 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 都是老房子那种 所以也不太好 第三件事呢 就是我们这几个合伙人之间呢 又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投入 都打拼耍 对对 所以就 他跟这个社会确实有一定的距离 看他 刚才说他怎么亏损 那个笑笑得好纯粹 好干净 他跟上一个选手有本质的不同 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可是 他们俩有一个毛病是一样的 我还是看不见他的工作意象 他 就是很久没有求过职 就一直在荒漠里边待着 他对于我们这儿求职的一些岗位啊 都不太熟悉 不太聊 职场的词汇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他职场的岗位 职场的词汇 他不知道 没有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他并没有准备好进入职场呢 他可以在这写 工作两个字 但不知道他要 在哪个岗位工作 比如说营销啊 销售啊 互联网 他有进来的时候 他在自我介绍里边已经说了 他希望求到一个 跟摄影有关的工作 他虽然没有写 但是 不是 我觉得大家偏谈他 约翰问的问题绝对存在 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说你是否准备好 进入现在竞争机内的职场 准备好了吗 我是这样 我是知道我自己做过什么 我自己创业过 或者是我干过其他的工作 我做过什么 但是我 我觉得我那个工作 总结起来 跟现在这个名词 好像 我自己可能搞不太懂 既然都站到这儿了 我们不应该认为他 对求什么岗都不太清楚吧 他至少得有几个自己的方向吧 你的方向是什么 我上台的时候说了 摄影类相关的工作 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马上出来了 那你电脑运用怎么样 挺好的 所以说在电脑上修图啊 什么这些 都是OK的对吧 Toolshop LR都会 对 这些信息你要释放给我们 我们才能判断 我再问一下你 最低薪酬不低于多少 我真的不太懂这个 这个到底是 我应该说多少 我觉得这个不是薪酬问题了 是他换工作的几率实在太大了 因为你根本就是拿现在的任何一个企业 做一个跳板 初步了解完职场 然后再找定位 那这企业不是白给你交学费吗 我对程浩的观点提出意义 一个人在沙漠如此寂寞的地方 待八年的人 还会在你职场里有太大的跳单吗 企业肯定是要考虑人们的 他的性格 对 肯定会考虑的 但是企业 我也有不同意见 他尽管现在到职场上面临一个新的困难 但是他以往的经历 告诉他是一个 你们这在撒谎啊 我不撒谎 我可以录用他 你们这么大企业这么聊 就真是误导了 我可以录用他 你这么一个企业给到招聘部门的人力资源模型里头 首先技能描述 从业背景描述都会有的 怎么可能先言强调的就是性格和过往的这些 不可能 我觉得那也太low了 我做人力资源18年 态度比能力重要 这是我的价值观 这叫态度吗 我觉得你的人力资源 你现在立刻打一电话 你就直接问他 如果这个人填简历的时候 不填工作一项 请问这是什么态度 你现在打电话 拿免提的女员工 我这样讲 就是要看具体情况 他的具体情况的确比较特殊 从开始推荐人一上来 就介绍过 我认为他的以往的精神 以及他以往的经历 我可以半断 我相信杜老师也会给他机会的 陈总是这样 我虽然在沙漠里待了八年 但我并不是完全与社会脱节 在沙漠里做志愿者 并不是像您想象的志愿者那样 我们也要做各种项目的执行规划 都要做 我没有想象是你真的没有填意象 你也真的说不清楚 你连该多少钱待遇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企业是优待了你 还是亏待了你呢 你们表达自己的态度 好吧 用自己的灯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